Hello大家好,这里是刘白电脑 现在在我面前的是 月亮家华硕和微星的所有的新款890的主板 站在这些890的主板当中 我感觉我非常非常的富有 那今天呢就借这个视频给大家 简单的介绍一下华硕主板和微星主板 它们的产品线 同时呢要给大家 产递一个就是我一直以来给大家说的 我从我们河南的省代里拿到的全新原封正品行货 对我的意义以及对每一个客户的意义 可以看到啊 就是在前边的华硕的主板上 你都能够看到一个金色的标志 这就是我们华硕河南省代里 主板从工厂到他们华硕 河南省省代里这里 它会贴一个标 我们每拿到的一块主板 都是坚持以这样的货源 那么微星呢是同样的 这是微星的河南省省代里 它自己贴的一个标 这个标上有二文码就给大家展示了啊 首先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华硕的产品线 890的主板呢都是偏向于高端的 那现在我手上的这一块 也就是目前华硕的一块顶尖的主板 ROG MAXMUSE系列的Z890 XTREM 它的高端的主板呢 就是分为纯写的ROG和残写的ROG 怎么分呢 你像吹雪它就属于残写的ROG 因为它是华硕的ROG STRIKS系列 就STRIKS其实就是猛禽的意思 但是主板呢 它有个更高的规格叫MAXMUSE系列 我们所熟知的XTREM HERO APEX 就这些主板全部都属于华硕的纯选ROG MAXMUSE系列 对于华硕的MAXMUSE系列的主板 我被问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 买个值不值得入手 且当你问出来这句话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你不知道 从这个产品的这个外包装 大家能看出来 这块主板一个小女孩抱着都费劲 它能给到你的做工 能给到你的用料 全部都是业界顶尖的水准 但是真正去买这块主板的人 很少是因为要用到它所有的功能 因为普通的JORMUSE系列 它很多的功能 这块主板上是附加的功能 大部分人都用不到 想买这块主板的人 就是因为它是最贵的一块主板 我仅仅想要拥有它 就这么简单 当你问值不值得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边已经有答案了 有更多性价比的选择 那关于它的所有的牛逼之数呢 我在这里不给大家多做介绍了 毕竟能够拥有这块主板的人 是少之又少 把这块主板抱在怀里的时候 真的你就感觉你在抱着一件艺术品 但是比较扫兴的是 英特尔这一代的处理器 有一点高调了 发售价再往下压一压吧 不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 我们接着说我们的主板 跟着它下边的一个系列 就是ROG的Strikes系列 Strikes系列它分为-E -F 和-I 还有吹雪 吹雪是Strikes系列里边 怎么说呢 就是在这一个系列里边 最低端的一块主板 然后呢 Max Muse系列里边 最低端的一块主板叫Hero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觉得买黑肉的人会比较多 因为你去上一个Strikes的-F-E 甚至于说它的一块小主板-I 这一代还没有出-I的小主板 你再加那么一奶奶的钱 你这只脚就跨进了Max Muse的行列 那对于吹雪的用户呢 就是这个系列里边最便宜的一块主板 同时它是一块白色的主板 装纯白的主机也比较好看 那相比于电竞特工系列呢 它可能你再加一点点钱 一奶奶钱 你就卖进了ROG的行列 所以吹雪和黑肉的销量是比较大的 反而是每一个系列里边比较顶尖的主板 反而是卖的不好的 那这个就是高端的这个系列里边 它存在的一个问题 除了Strikes系列呢 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所熟知的 就是用的人比较多的电竞特工系列 电竞特工呢就是TUF系列 它这一代的890呢 因为之前老是说 我想选择一个华硕的主板 TUF电竞特工 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吧 就是你买它的话 不是说非常非常有性价比 因为只要挂着华硕 它基本上跟性价比就不沾边 但是你是你能花到这块主板的价钱 买到一个品质 做工啊 稳定性最强的一块主板 这也是华硕的这个品牌价值 以及它整个的产品线 以及它整个的从生产到售后 一整个环节能够给到你体验感 最好的一块主板 你要说的性价比没有 但只能说你这个钱花的值 这一代的电竞特工呢 它做了一个白色的版本 以前装白色的主机的时候 选电竞特工的时候 老是没有一个白色的板子可以搭配 那这一代呢 开窍了 它做了一块白色的主板 连PCB都是白色的 本来 我觉得这块主板可以在这一代里边 大放异彩 奈何呢 英特尔实在是不给力 前两天我们在粉丝群里边 有一个粉丝开玩笑说 他发了一个AMD冒号 也就是AMD在说话的意思 他说 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况 他上来就给了自己两八子 其实指着英特尔说的这句话 怎么说呢 主板是一块好主板 搭配的处理性能 见人见智能 毕竟英特尔的余威还在 它确确实实在生产力 很多领域 还是AMD没有办法追上 如果你不是说对英特尔 有狂热的喜爱 可以去看一看AMD 让AMD多挣一些钱 他挣到钱之后呢 他会去跟很多的游戏厂商 和生产力软件厂商去对接 他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大的话 他去跟他们去对接的时候 会更容易一些 期待AMD出更好的产品 能够跟英特尔抗衡一下 他们两家其实就在这样的竞争关系下 反而是让我们消费者 能够用到更好的产品 那跟着呢 这一块呢 就是电竞探工 就是常规的电竞探工 华硕的TUF系列 还是采用了原先的设计语言 整块主板的做工呢 也更上了一个档次 里头不大一一大家展示了 接下来一个系列 就是华硕的Primer大师系列 大师系列呢 再往下的主板就没有890的主板 大师是这个系列 890系列里边最低级的一个主板 同样呢 他还给到了一个 带WiFi和不带WiFi的版本 这就应了我刚才说的那句话 华硕跟性价比没有什么关系 但是大哥 明轩的610啊 都已经配WiFi了 这个不是什么 很高端的一个配件了 没有必要过上一个890的主板 我再弄一个没有WiFi的版本 实在是没有必要了 我觉得这个产品线你做的 嗯 有点瞧不起人了 Primer大师系列呢 就是它会稍微的盖一点 就是整体的装甲 它不会像你 像电竞套工啊 像这个高端主板 那么的好看 整体的会稍微盖一点 但是华硕出品的品质 给你的就是什么 稳定 你要永远相信 华硕是很稳定的 如果说华硕是不稳定的 那其他的品牌会更不稳定 这也是华硕一直以来 骄傲的地方 那这主板的细节呢 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我们看一下 最新的出的一款 这是华硕从哪一代开始 H610 AIO AI开始 出了一个AW系列 这是它用你的一个 全新的系列 不知道怎么样 突然之间 这个系列就出现了 而且AW的一直以什么著称啊 它甚至敢以小APEX著称 它中间还出了一块 790的AOA嘛 是两条内存插槽嘛 然后这一款呢 是一个白色的版本 但是它白的并没有 那么的纯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散热装甲呢 和PCB版已经是白色的 但是你想内存的接头啊 这上面的所有的接头 还是黑色的 那这个啊 我们装一个纯白的模组线 基本上都可以压得住 也看不出来 装的机器里边 还是非常好看的 而且AOAW从诞生到今天开始 也俘获了不少玩家的心 有多少人在用AOAW这块主板 不管是610啊 760啊都行 举个手 让我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华硕产品的系列 但是890系列的 它还没有整理出来 我给大家先放一个790系列 它们的一个产品线的一个 大概的讲解 那接下来呢 我们开始聊我们微星的主板 微星的产品线呢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它分为MEG MPG MAG系列 再往下的就是Pro系列 Pro系列的话 相对于说610啊 760啊 Pro系列会出的比较多一点 但是890的Pro系列 只有两块主板 一块-A 一块-P 那这两块主板 待会给大家拆开看一下 然后这个微星的主板呢 它的最高端的系列 就是它的MEG系列 像我手里边拿到的这一块是 微星在这个系列里边的次旗舰 它的旗舰 大家知道什么 GADLAKE GADLAKE 怎么说呢 在整体的营销上 以及周边产品周边活动的投入上 微星这一家还确确实实不如华说 对于微星的话 就是说很少有人有像华硕ROG这样信仰的历史 那它的产品呢 其实它早几代的GADLAKE 我基本上都装过 但是GADLAKE呢 就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穷人买不起 富人看不上 那这一代呢 我不知道它还有没有就是心思去出这个GADLAKE的一块主板 GADLAKE那个做工 GADLAKE这叫战神 GADLAKE叫超神 那这块主板呢 非常的漂亮 我只能告诉大家 非常的漂亮 大家拆开展示一下 很重啊 相当的重 那块这块主板呢 它采用了黑金的配色 也就是我老是给大家展示 上电视的机器的时候 那个黑金的配色 RGB的风扇调成金色 这上面全部都有金色 然后这个龙 这个龙你在开启的时候 这个灯亮起来的时候 它其实也是一个金色的logo 整体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就特别的大气和庄重的感觉 当然这块主板的价格也不会便宜 我们先放到这儿 介绍一下下一块主板 这块主板呢 就实际上就是什么吧 MEG系列里边最差的一块主板 跟华硕的Max Muse系列的Hero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这个系列里边最差劲的一块主板 卖的好不好呢 那怎么说呢 反正高端的电脑用这块主板呢 还是比较少 我反正我卖的比较少 微星的主力产品呢 基本上都在它的MPG和MEG系列 就很牛逼 那这块主板呢 就不给大家拆开看了 大家知道有这个系列就行了 而且呢 我有一个手术 我不知道可以分享 不能够分享的评论区 它是一个微星全系列产品的手术 你可以打开 看到每一块主板的供电呢 图片呢 详细的信息 这是微星的一个功能 我不知道能不能发到评论区 等这个视频发的时候 我看一下 能发到评论区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研究一下产品 那接下来呢 就到了微星的MPG系列 MPG系列呢 我没有拿全 那这一代的话 它有一个还是卡绷 就是暗黑嘛 还有一个刀锋钛 刀锋钛大家都很熟 因为在690那一代的刀锋钛 是确确实实 颜值啊 性能都比较的耐打 但是我今天没有拿到 刀锋钛的这块主板 我只拿到一块这个卡绷 暗黑系列的主板 它是MPG系列 其实啊 890呢 它就这两块主板 就是一黑一白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搭配 跟着呢 到了微星的MAG系列 MAG 像这个战斧导弹 就是TOMAHOKE 这一块主板 我感觉好像在我面前消失了 很长时间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出过 TOMAHOKE的这块主板 我们以前 就打字的时候 找这个微星调货的时候 TOMAHOKE 有没有 然后微星的夜晚还开玩笑 说你到底是不是一个UP主 能不能打英文 把英文给拼出来 我说我实在是拼不出来 TOMAHOKE的英文 很长时间已经销声匿迹了 这块主板我打开看一下吧 整体的设计呢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但是它用这个绿色的字体 包括这个微星的标志 以及TOMAHOKE的这个标志 全部採用了绿色的字体 什么意思 生活总要带点绿 整体这块主板呢 这个拿到手里边的感觉 还确确实实像一个旗舰主板的样子 这个就不错 郭多的介绍了 放回去 那跟着呢 实际上已经到了微星的Pro系列 就是Pro系列 就是微星的 就是比较低端的一个系列 大家可以在哪看到 就是H610 760 会更多的看到Pro 但是在高端系列主板里边 Pro的话就产了两块主板 一块呢是杠A 一块是杠P 这两块主板 在690那个时代 我们去装海警房的时候 那个时候有戴药库的海警房 那时候戴药库还没有出来 我们装包豪斯的海警房的时候 这两块主板出的是最多最多的 因为它以一个 就是比较低档的系列 但是要做到了刺旗舰的做工 很多人去选择这块主板 直接拿捏到消费者的内心 那这一代的890-A呢 它同样采用了一个银白色的装甲 那这个装甲实际上啊 它取巧的 就是我们在装纯白色的海警房 或者纯黑色的海警房 这块主板装进去都很大 就很好看 而且呢 它的做工用量也是相当牛逼的 在这一代的 它890的主板上 它同样带了显卡的快拆接口 而且微星的显卡快拆接口 是所有品牌里边做的最好的 没有之一 它就是最好的 因为它以前没有嘛 这一代加上之后呢 我原来在AMD的那个暗黑的主板上 我给大家演示过 它这是一个按钮 但是它有一个阻拟感 它是一个卡扣 卡扒按进去 卡扒再按出来 有这个阻拟感 同时有一个小方框 然后你看到 它是在开的状态 还是关的状态 很牛逼 微星这一代改的什么地方 其他的地方就是 它把CPU的供电接口 从这个位置换到了这个位置 这个很牛逼了 它直接颠覆了 我们以前装过的所有的机枪 因为以前我们在装机枪的时候 走线的时候 这个CPU的供电线 在机枪的背部 它是这个样子打到这了 然后要从这走过来 走线走下去 它现在直接跟 主板的24P几乎在一个位置 以后我们走线的时候 就直接从这 拉下来就行了 这一道线就不要再走 那这个设计呢 同时也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不好的影响就是什么 有很多的机枪 在这个位置的开口 是不足以让你把CPU的供电线 给拿过去的 因为一般大家都习惯 也在这开光了 但是它这个创新的地方 我觉得很牛逼 它敢去第一个 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 同样呢 杠P呢就是稍微 相对于杠A来说 稍微盖那么一点点 但是同样 L面板啊 做工啊 拓展性啊 还是非常强的 那这两块主板呢 我觉得会将来成为 我们去装海景房的 一个主流产品 剩下的就交给了谁 交给英特尔吧 是吧 重新审视一下自己 把你的产品线 产品价格啊 再好好捋顺一下 那跟着呢 它出了一代 就是Gaming系列 它其实从690开始 出的Gaming系列 这个Gaming的主板呢 说白了就是什么吧 它跟这个Pro系列的 杠A是一个的规格 供电的烂马器 实际上它是一个规格 它并没有那么高 但是呢 它的散热装甲 是跟MPG系列的散热装甲 是成一体的 因为它有一个龙 会亮 整个的设计语言呢 跟MPG系列是一样 等于说就是什么吧 它套了一个Pro的内核 但是却来了一个MPG的外观 那这个适合什么呢 适合颜值的 当然你要是装纯黑的主机了 你用这一块Gaming的主板的话 那装甲的效果也是蛮好看的 而且跟Gaming呢 原来它刚出的时候 就属于特供版 没特供 它不是说就是所有的渠道都流通了 后来呢 它这个Gaming系列呢 受到了玩家的好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赞尔装甲确实给的够唬人 大家对颜值方面还是有所期待的 所以呢 Gaming系列呢 就突然之间跟NUV一样 就突然之间发展成了一个系列 那这一系列呢 我感觉也会是纯黑海景房的一个耐打的选手 OK 这个整个产品线呢 简单给大家讲一讲 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看 然后我能够给大家发出去的 这个产品的简介呢 大家可以详细的看一看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个 老是被别人诟病的 就是全新原封正品行货的问题 其实我现在在手里边的所有的主板 都会有华南省代理的标志 我为什么去选择这样的出货呢 就第一呢 我怕死 因为我不想在B站被别人抓到 说刘白拿了一个冲新的主板 拿了一个冲新的显卡 当全新的卖给他的粉丝 如果我一旦出这样的事故 那我这个刘白电脑 整个公司直接倒闭 这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其次呢 我在视频里边不止一次的说过 就像我们拿的这块主板 因为产品是有良品味的 比如说我在装机的过程中 发现这块Pro-A的主板 装完之后它出问题了 我们在调试 跑压力测试的时候 发现这块主板出问题了 那我们直接联系 我们微信的省代理 他会直接给我换一块新的 就不耽误装机 不耽误发货 尽量在一天之内 把这个问题给搞定 这也就是说 我不再用非全新的货 我也不去外地串货的原因 如果我要去外地串货的话 你其实我再去 这块主板出问题的时候 我跟大家是一样的 我们只能去走 这个400的官方守候 以前有人给我出个歪点子 他说那你能不能就是 串一批货 然后呢 又从你们河南省的省代理 拿一批货 这样的话的价格会不会 平均下来会低一点 大哥本来串货 他就不会低很多 其次呢 每一片主板上 它是有串码的 你出问题了 你拿到微信的代理那 人家拿枪意思的 这不是他们的货 而且你这样做生意 很难做大 不要老想着投机取巧 而且他也真也没有便宜多少钱 为什么 全新原封正品行货 为什么这么多人诟病呢 其实 其根本的原因 还是在价格上 我们拿这样的货源呢 可能就是说 没有办法跟一些三方店铺 去串货 退换货 等于说后锋充新的货去比价格 因为现在 整个的环境比较透明 其实对于你们消费者来说 它是串货也好 不是串货也好 是后锋的也好 你们拿到的货 都是工厂生产 然后呢 售后呢 都是工厂在做的 对于有一部分人呢 确确实实是 没有什么 比价格便宜更重要 但是我们做这门生意 不行 我们不能走这条路 哪怕它每一个配件 又贵那么一奶奶 它贵的这一奶奶 也是客户花钱的 我又不花钱 有的人就是觉得 就是 我就是想要有全新的 我就是想要货源 有保证 就像很多人去某东 去买电子产品一样 那这个到底有没有价值呢 可能对于消费者来说 价值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刘白来说 我敢去走那条冲新的路 那我就离死不远了 对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你可以看到 每块主板都有 这个全新的主板 他们都贴 除非就是说H610 或者说这个 出货量特别大的 这个小板子 它来不及贴 他们的标签 基本上 这主板上都贴 我们的任何一个产品 全部都是我们河南省 带里拿的货 来给大家保证 全新原封 正品行货 OK 这个视频呢 就给大家聊这么多 这后续的话 我们这个主板装机的话 我们会有装机展示 而且后续的话 有一部分主板 我们会拍保姆级的装机教程 大家可以更清楚的看到 每块主板的每一个细节 我们会拍摄